第311集 张叶的精神力量 闪电一般朝着外面扩展 先是覆盖了整个朝阳殿 然后再到四周的树林 再到方圆四十里 能够感觉到方圆四十里的东西 这已经不是精神力量了 张叶的精神力量 在不知不觉间 化成了传说中的灵觉 灵觉敏感至极 而又变化万千 就像是一条活活泼泼的真龙 可大可小 可圆可近 神奇到了极点 灵觉 乃是真道高手 才能够拥有的玄妙感觉 张叶在不知不觉之间 竟然进入到真道之境 拥有了灵觉 此时 太阳 正正从东方升起 各种飞禽走兽 各种爬虫鱼儿 都沐浴在清晨的阳光之中 朝阳风上面的树叶和草叶上面 还挂着点点晶莹的露珠 每一棵树 每一棵草 每一块石头 每一片落叶 都蕴含着天地间的大道理 每一样东西 都有着一种异样的美丽 张叶正凭着奇妙的灵觉 透过表面 看到了世界的本质 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世界 透过表面 看到实质 这正是真道之境 张叶从三河镇一路走来 苦苦地修炼 无数次生死地杀戮 现在 他终于将身体中的 厚天气息 吸涤掉 精神力量变成了灵觉 进入了真道之境 张叶体内的杂志 早已经被天和正气淬炼掉 而他体内的天和正气 在吞噬了先天真气之后 变得异常地强大 因此 张叶无需引动虚空中的 天地精气 吸涤身躯 他悄无声息之中 就进入到了真道之境 成为真人 张叶身形微微移动 化成一道长红 在朝阳殿之中 飞行了一圈 张叶返回到玉窗之上 只感觉到无穷的玄妙 意气地涌上心头 心有所感之下 张叶哈哈的一笑 淫道 公返先天 妙无穷 无中生有 宁真龙 朱般妙法随心显 一口真圆 画长红 哈哈哈哈 淫了这一句 张叶心底生起一种 欢喜至极的感觉 忍不住哈哈的长笑 呼 就在张叶喜极而笑的时候 整个朝阳殿的天地精气 突然一致 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大手 牢牢地抓住了 方圆十里的天地精气 一致之后 一道强横的精神力量 从一个小宫殿中 冲天而起 方圆千里的天地精气 源源不断地朝着朝阳风而来 咦 张叶庞大的灵爵 微微一扫 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 难难地说道 花老大 居然进阶真到之境了 怪不得方圆千里的天地精气 都被他吸过去了 曹老二 木老三和滕老四这几个人 居然对我不敬 肯定是这个花老大 在背后撑腰 我现在就过去 见识一下这个奴才 张叶的嘴角 露出一丝冷笑 身形陡然化成一道长红 消失在朝阳殿之中 方圆千里的天地精气 源源不断地涌上朝阳风 涌入一座小宫殿之中 源源不断地天地精气 凝聚到一起 竟然化成了肉眼可见的液体 就像是一个庞大的湖 突然出现在朝阳风上面 这种景象 简直是壮观到了极点 在小宫殿外面 曹老二 木老三和滕老四 一脸兴奋地站着 木老三的嘴里 黑黑的嘀声说的 好好好 花老大终于进街道真到了 我们再也用不着顾起 那个姓张的了 有花老大撑腰 这座朝阳风 都是我们的了 是 是啊 是啊 正是如此 这座朝阳风 从此以后 就是我们的了 三人兴奋地议论着 突然间 天地精气骤然收缩 直直地朝着小宫殿之中飞去 很快就消失在小宫殿之中 一道庞大的气势 陡然从小宫殿之中腾空而起 这种气息比半步真道高手可怕百倍 曹老二 木老三和滕老四 被这股气息一压 差点就趴倒在地上 好在这股气息一发急收 朝阳风很快又恢复了正常 曹老二 木老三和滕老四三人的脸上 同时出现了狂喜之色 三人齐声说道 好厉害的气息 换老大成功了 他修炼到了真道之境 三人狂喜之时 张业突然出现在小宫殿之外 曹老二 木老三和滕老四见到张业 脸上同时露出了一丝冷笑之色 木老三冷冷地说道 张业 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难道你是来拜见我们老大的 张业哑然一笑 一巴掌抽出 啪 曹老二 木老三和滕老四 被张业一巴掌抽得飞起来 狠狠地撞到宫殿的墙壁之上 这一撞猛烈无比 三个人竟然撞入墙壁之中 久久都没有掉下来 一巴掌抽飞三人之后 张业哈哈地一笑 说道 想不到一个小小的药奴 都能够练到真道之境 好 很好 我正好可以多出一个厉害的奴才 花奴 出来见你的主人 张业一脚将小宫殿的大门踢飞 大步走入去 哼 大胆 张业刚刚踢飞大门 一个威严的声音 就像是炸雷一般响起 随着声音的响起 一股庞大之极的气势 牢牢地锁定了张业 一个甘瘦的男子 陡然出现在张业的面前 此人长发披散 血肉筋骨 就像是金刚铸成 给人一种无法动摇的感觉 见到张业踢破宫门 走入到宫殿之中 甘瘦男子的脸上 露出一丝冰冷的怒容 一道道实质一般的杀气 朝着张业涌过来 甘瘦男子发出来的杀气 简直是可怕到了极点 偌大的宫殿 都被杀气压得吱吱作响 随时都有可能倒塌 普通的半步针道高手 被甘瘦男子的杀气一压 只怕当场就要昏过去 连战斗的机会都没有 张业完全无视对方的杀气 目光似笑非笑地 盯着甘瘦男子 缓缓地说道 你就是花奴吧 花奴 我是你的主人 你还不快快给我跪下 花奴发出了一声长笑 说道 张业 我现在已经进阶到 真道之急 按宗门的规定 要奴进入到真道之后 就能够脱离要奴的身份 成为宗门的弟子 张业 我现在已经不是要奴了 我现在修炼到了真道 我是你的师兄 说到了此处 花奴目光紧紧地盯着张业 冷冷地说道 张业 我是你的师兄 修为又比你高明 见到本人 你还不快快下跪 张业微微摇头 叹息道 奴才就是奴才 脑子就是笨 连自己的主人都不认识了 简直连一条狗都不辱 花奴当时勃然大怒 他刚刚修炼到真道之境 愁愁满志 心比天高 即使是张业 他也不放在眼里 张业先是踢飞大门 然后一口一个奴才 这让他如何受得了 找死 花奴怒吓一声 无穷的先天真气 骤然从他的体内涌出来 化成了一个巨大的手掌 斜着风雷之声 以闪电般的速度 来到了张业的头顶 画气成形 真道高手体内 有着庞大的先天真气 有着玄妙之极的灵觉 能够精妙地控制先天真气 让先天真气 做出种种的攻击 花奴现在正是凭借着 雄魂的先天真气 还有玄妙的灵觉 让体内的先天真气 化成一只灵活的大手 朝着张业抓下去 张业哈哈一笑 丝毫不将这只真气大手 放在眼里 眼看真气大手 来到头顶的时候 张业才不慌不忙地 弹了一下手指 弹指之间 花奴发出来的真气大手 突然就消散了 这只威力极大的真气大手 在张业的面前 就像是一个脆弱的泡泡 轻轻一捅就没了 这怎么可能 花奴危感意外 他发出来的真气大手 看似简简单单 但实际上 却是蕴含着种种的奥妙 即使是曹老二这种 接近真道的高手 也能够一下子抓住 张业只是随意地 弹了一下手指 就将他的真气大手 积散 这真是让人惊讶 花奴微微意外之后 傲然说道 张业 能够搬到这朝阳风上面 看来你也有一些本事 只可惜 今天你注定是逃不了一败 花奴发出了庞大的气势 这股庞大的气势 就像是一座山峰 缓缓地从虚空之中压下来 在这股气势之下 方圆百丈的地面 被压得慢慢下沉 坚硬之极的玄铁兵器 都被压得慢慢变弯 变扁 宫殿之中 恍如世界末日 花奴冷冷地说道 张业 看在宗门的份上 本人给你一个机会 你只需在三天之内 搬出朝阳风 本人就放你一马 不再追究 否则 我只有教训教训你了 我现在已经进入到真道之际 只需要登记一下 就能够成为内门弟子 身份与你相同 在这种情况之下 即使我一天打你一顿 宗门也无法责罚于我 张业发出一声长笑 说道 花奴 你只是一个奴才 居然还想着占据朝阳风 可笑 真是可笑至极 说话之间 张业手掌一拍 只听到虚空之中 一声轰隆大响 一只金光灿灿的大手 突然出现在花奴的头顶 狠狠地朝着花奴拍下来 花奴此时正怒火熊熊 正准备狠狠地侮辱张业一番 根本就没有料到 张业会主动出手 大吃一惊之下 花奴连忙施展出 画气成形的手段 也画出一只巨大的手掌 朝着张业的金色大手 迎上去 哄啰啰啰 金色大手狠狠地拍下来 瞬间将花奴的大手拍散 然后狠狠地拍到花奴的身上 花奴被金色手掌拍了一下 只感觉到全身像是被一头猛马像 狠踩了一脚 骨骼吱吱作响 耳朵嗡作响 眼前金星直冒 差点就趴到了地上去 张业 竟然是真道高手 这怎么可能 花奴心底大吼 他浑身冒出雄魂的先天真气 打算闪到一边去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巴掌狠寒地扇来 花奴毕竟是真道高手 灵觉非常的厉害 这只巴掌一出现 他立即就感觉到了 但这一巴掌快得出奇 花奴虽然感觉到巴掌抽来 身子就是来不及脱闪 啪 张业这一巴掌 狠狠抽到了花奴的左脸之上 这一抽 花奴整个左脸都被抽中了 脑子都被抽得昏昏沉沉的 牙齿鲜血一起喷出来 耳边传来了张业的声音 奴才就应该有奴才的样子 一个小小的奴才 居然出言威胁主人 让主人搬出去 这天底下哪有这种事情啊 既然你这奴才这么大胆 那我只有给你一点教训 将你脸打肿 将你的牙齿打落 说花奴 张业的手掌丝毫不停 一掌一掌地抽出去 花奴虽然修炼到了真道之境 但他的战斗经验 却是远远不如张业 而且张业的天和正气和灵觉 比花奴要厉害得多 花奴眨眼之间 就挨了十多个巴掌 心里逼去到极点 花奴目光之中 闪动着怨毒的神色 发出狼嚎一般的怒吼 他恨不得将张业踩在脚下 一刀一刀 慢慢地割下张业身上的肉 并且当着张业的面 慢慢地将张业的肉炒熟 再慢慢地将张业的肉吃下去 将张业的血喝下去 张业感觉到花奴身上的那种怨毒的气息 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说道 到了这个时候 居然还在怨恨我 看来给你的教训还不够 很好 既然你觉得抽耳光不过瘾 那我就将你踩住地下去 让你吃一肚子的泥 张业画掌围找一抓 花奴感觉到不妙 想要施展身法 闪开张业的这一抓 但张业这一抓之中 蕴含着一股可怕的吞噬之力 花奴的身子刚刚移开一尺 张业的五指就来到了 一把抓住了他的脖子 张业无耻陡然用力 抓住花奴的脑袋 狠狠地朝着地面上按下去 花奴魂飞魄散 拼命地想反击 但张业的手掌抓在他的脖子之上 他全身力量都被张业给扼住了 根本就无法使出来 噗 张业这一按 瞪时将花奴的脑袋按住到地下 大口大口的泥土 灌入到花奴的嘴巴之中 花奴连惨叫都做不到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